为了预防传统市场变成防疫破口 陶渭市政府成立传统市场专案小组 便从6月1号起在全市50个公司立市场进行机查 落实戴口罩禁止内用不群聚 实联制消毒以及人流管理 违反规定会立即开发 那我们接下来6月1号到6月14号的机查小组 将会针对戴口罩禁内用 以及避免群聚这三个重点机查项目进行机查 那在这边特别提醒民众以及摊商 戴口罩以及境内用 目前已经没有劝导起 若有相关行为被被击查到 会将直接开发 另外市长也正式宣告 陶渭市跟进市场分流措施 身份证字号为数为双数 就是周二四六才卖 而单售就是周三五日才能进行财卖 以减少群聚风险 我们将从6月1号开始实施 传统市场买菜分流的制度 那身份证末码是单号的 于每星期三五日可以上市场来采买 那身份证末码是双号的 可以于每星期二四六来上市场采买 那希望借由自主分流的这个制度 那让大家减少群聚的风险 传统市场单双号分流并非强制执行 但是呼吁民众配合分流以减少群聚风险 会请各市场加强劝导 同时落实实联制戴口罩等措施 至于分流制度是否拓展到超市量饭店 将会再跟业者协调 史莱伟一 桃源报道